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好 欢迎收看1月9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要全面地防堵非洲猪瘟疫情 除了加强像是关卡检测 杜绝邮寄违法产品 厨余一直是最大的隐忧 过去国内大部分的厨余 都是采取喂猪的方式 不过避免这爆发疫情 各县市政府已经逐步推动 这厨余不喂猪的政策了 不过这过剩这么大量的餐厅厨余 到底要往哪去呢 食药署就计划要推动的一项新方案 也就是连带的盛食打包文化 鼓励民众上餐馆吃饭的时候 都能够把剩余的食物 统统打包回家 自己需要的量不要点过量 这是需要提供给消费者参考 真的有吃不完形形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说消费者 能够把它打包回去 目前我们还没有说 几道有强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形 当然如果各国 他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强制的做法 跟法规的话 我们当然不排除 跟国内的一些专家业者 来讨论进行政策的一个制定 根据环保署的数据统计 近两年 全台湾的餐馆厨余量 大约落在2万公度左右 未来将会加强宣导 鼓励民众点餐要适量不浪费 并且在各大通路 像是超商 卖场等等 也同步地推动设立 及其食品区降低厨余的总量 至于第二阶段何时启动呢 会不会真的定出法则呢 食肖鼠表示尚无定案 不过以国外的案例来看 多半是由业者 主动像是吃到饱餐厅 自行地订出 吃不完要罚款的细项 未来也不拆除 要朝着立法的方向来迈进 发生在上周六 台东北南乡的一处 刚收割完的稻田 经传有上千只的野鸟集体暴毙 大部分都是斑纹鸟 也有麻雀等等 甚至不法保育类的环景制 台东农业处 目前初步排除了是传染病导致 正朝着人为蓄意下药的方向来证办 陈珠这块农地的农民自己说了 耕种期间 他是完全都不使用农药的 目前这1200多只已经暴毙的野鸟遗体 都已经集体火化了 也将部分检体送往了 像是平科大 还有特生中心 以及农业处来进行化验 要尽快找出确切的野鸟致死原因 医疗新知 老药新妙用 俗称有万灵丹的阿斯匹林 传统都是用来治疗头痛的 现在台北荣总医院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 表示如果让民众持续服用低剂量的阿斯匹林 能够有效地降低罹患肝癌的风险 而且数据显示 能够降低的幅度非常的大 高达有三到四成 不过依旧要提醒您 这个方法是必须要遵照医嘱的 而且阿斯匹林这个药物本身 就有降低凝血功能的副作用 因此如果您是凝血功能比较差 或者是有胃溃疡 甚至是消化性出血的患者 都不能采取相关的治疗方案 请接牌 好 谢谢 台北荣总最新成立大数据中心 把人工智慧结合医疗应用 针对国内二十万名慢性鼻肝患者 进行研究分析 发现平常消炎止痛的阿斯匹林 也能用来预防肝癌发生 肝癌细胞株 它会比一般的细胞成长数 会来得更快 那透过阿斯匹林 它可以有效去抑制 肝癌细胞周期的一个成长 那可以减少着肝癌发生 这样一个相关的风险 医疗团队和美国史丹佛大学合作 花了十年时间 追踪四万多名鼻肝代员者 发现有将近一成多的比例 会从鼻肝代员转为终身免疫 想要治疗鼻肝 除了现有的抗病毒药物 使用阿斯匹林 还能降低三成的肝癌风险 有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在年轻人40岁以内 甚至还没到阴化阶段 甚至可以降低九成 比较年纪或者阴化 也仍然可以降到三成以上 这时候进一步的了解说 对于这样一个细胞周期的抑制 是不是可以透过大数据的话 那的确透过一些生医 网易的大数去寻找 阿斯匹林可能相关的一些分子 以及它上下有些可能的 讯息传递的激传 它病毒量大概一到两个半 医师建议 鼻肝患者如果同时 罹患心血管疾病 就能选择阿斯匹林治疗 不但能降低脑中风 和心肌梗塞的几率 也能避免鼻肝恶化成肝癌 大爱新闻旅思宣检员集 台北报导 冬季说变天就变天 也是心肌梗塞的耗发时期 目前国内的心肌梗塞患者 也有年轻化的趋势了 能够有效降低血脂当中的 坏胆固醇 才是避免心肌梗塞的重要关键 心很痛 感觉脖子上 尖着刺 台北就像 看不见 要冒两天 不然人就站不住 五十五岁郭先生 四年前毫无预警昏倒 才发现自己患有心肌梗塞 走过一次鬼门关的他 开始改变生活 根据统计 近十年 急性心肌梗塞有年轻化趋势 五十五岁以下的男性 发生率增加了三成 女性也增加了两成九 现在都吃外食 其实你就根本也不太知道 自己吃了什么东西进去 这要做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 就是非常的标准 高血压 还有这个糖尿病的发生 在年轻族群 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倒是这个感固醇的增加呢 在年轻族群当中 增加的非常的快速 而且明显 因此我们推论 这个趋势的发生 应该跟血脂的异常 还有抽烟呢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医师表示 最主要的原因是 当血中的坏胆固醇浓度过高 就会堆积在血管壁上 导致血管硬化 阻塞 引发心肌梗塞 而如果患者 没有好好控制坏胆固醇 复发风险高达两成五 在一般的健康检查的时候 请特别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测过你的坏的胆固醇 那如果有了以后 就针对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呢 做积极的控制 如果意外的发现说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胆固醇有高 那你就是三到六个月 饮食生活控制之后 再做一次检查 除了自己要实施注意身体数值 医师也表示 通常慢性疾病都和家族时有关系 因此当发现自己有异状时 也要多留意家人的健康状况 来 新闻聆听健宽 台北报道 工业膜是一种相当常见 用于工业性的打包耗材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种超大型的保鲜膜 使用量庞大 却没有人回收 形成了另一种的垃圾灾难 此际位于高雄江山的置业园区 就非常靠近工业区 因此是由环保志工主动地承担起 这项兼具的回收任务 光是要拆解分类这流程 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像这样子的工业磨藏 用来固定或者是打包物品 不过使用完别急着丢 因为它可以回收 目前政府单位还没回收工业膜 但持续收 只是工业膜又黏又紧 再在考验环保志工的 手劲及智慧 硬拉 我们曾经硬拉 这个手都受伤过 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不能硬拉 所以就要非常柔和 这样慢慢 拉不开的话 就剪刀把它剪掉 就这样 撕开来后还得依照干净度分三等级 这样的它可以去洗一洗再去做 制造颗粒 有比较白 比较黑 干净的 这个大白的它做起来是 那个颗粒比较白 把工业膜送到塑胶重置工厂 依照等级进行分解 我们回来的 因为我们事先都有分裂 由此实际这边志工来讲 它已经把这个等级分裂出来了 所以说 回缩再造出来的环保率 它的等级都是一样 这些塑胶粒 这些塑胶粒经过催膜 可再做成塑胶带 工业膜或是塑胶筒等生活用具 最多可再生五次 彻底循环利用 大家新闻见新王昭中 高雄报导 正眼上人持续碎末行脚 在大陵慈祭医院市特别走访了中医部 感恩的是医护人员的合合护协 守护在地乡亲的健康 同时他也知道了 当地的中医部计划要扩大空间 来持续的加会患者 听到这可爱的同音 真的会融化 大陵带幼儿园的孩子 一个一个接力 诉说当年正眼上人 五毛钱的故事 小小心田装满爱的能量 竹筒岁月 孩子们身体力行 抖六慈祭医院医护同仁 你们都忍忍地有爱在存在主宗里 我说到了感恩你们 抖六慈祭医院医护同仁也来跟上人分享 大陵和抖六慈祭医院共同守护云家地区民众的健康 欢喜的 滑喜的是合合护学 这个让我滑滑滑的价值感 给我感觉到很安心放行的合合护学 稍早上人也来到中医部 许多病患见到上人 欢喜感动 因为中医部的病患人数非常多 原有的空间不服使用 院方着手规划 要迁移到一旁的空间 未来诊疗空间更大 动线也会更顺畅 参中的大病医一路走来不忘初心 成为守护民众健康的坚固堡垒 大爱新闻张力军料学信嘉义报道 协助末期患者善中 慈祭常年落实于缓和医疗 在全台湾的七所慈祭医院 包含了像是花莲 台北 台中以及大陵 都设置有新联病房 在患者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不但能够减轻患者本身 也能够舒缓家属的身心灵煎熬 其中大陵慈祭医院的新联病房 成立18年了 为了提供更为全方面的照护 进行了大改造 从病房的设备到空中花园 在在都可以看到用心 新联病房患者刘先生 让弟弟推着 在大爱花园里享受阳光跟清新的空气 原本从事园艺工作的他 很喜欢这里 从这边的房间 带完那个床 哥哥平常都喜欢花花草草 所以他就希望有空没空 就带他出来这边走一走 相信对他有帮助 大陵慈祭医院新联病房成立18年 近年来由内而外进行大改造 我们先从洗澡间 还有在往生的时候 有助年的往生室开始 那我们这边本来就有一个花园 营造成一个非常舒适疗愈的地方 不只硬体翻新 花园里更融入词迹人文 充满着我们上人的一些近诗语 有二四六八十 二四胡慧双修 四呢四四五亮星 六度万行 还有八正道 还有实在心路 在医疗团队陪同下 正言上人走访新联大爱花园 对于医院的用心表示肯定 大林慈祭医院新联病房经常举办各项活动 在院内同仁及志工付出下 让这个空间从身心灵各方面 更贴近患者跟家属的需要 大爱新闻 嘉义综合报道 走过921 这对三姐妹花 当年呢是受在乎的孩子 接受慈祭的帮助后 一路呢 他们从慈亲到了受证为慈祭委员 始终都是一条心 现在三个人跟共同都在大林慈院里头工作 知之合一 曾亚文 曾家如 曾秋兰 来自竹山的三姐妹 她们是20年前921地震受灾户 现在三个人都在大林慈祭医院服务 就是真的不管怎么样 就是很感恩 就是一个感恩的心 然后在这里付出 三姐妹大学就参加慈亲社 大姐的孩子现在演练大爱幼儿园 地震当时 三姐妹分别才高二 国二跟小六 三个人毕业后 陆续到慈祭职业体工作 因为921的关系让我对灾民 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 所以我也可以有机会去参加日本 就是311的发放 921经过20年 当年无助的孩子 现在已经能够付出助人 现在的孩子 其实我都叫三位姐妹 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少年 应该还是小孩 大林慈祭医院急诊主任李医公医师 也回顾921当时 从台北到南投支援 去调查当地的居民 到底生活状况怎么样 健康问题到底是什么 还有他们的心理上面压力 到底有哪些问题 那这些都有一些量表跟问卷 去做统计去做调查 云林慈祭人当时也全力投入救灾 留下历史影像 灾难现场少不了慈祭人身影 八八风灾 嘉义慈祭人同样全体动员 印基金的花放 忽畏关怀 热食供应 嘉义的灾救灾 战告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也跑到了林边乡 去帮忙清理 做时代的建政 为人间而写历史 谁走过的路足迹 总是写下来 这都是有价值的 回首来时路 政言商人期许大家 莫忘初衷 继续用心守护生命 大海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告别过去的自己 这是他慈祭志工 翁振阳的真实写照 年轻的时候 从事的是营造业 习气重 来看是如何的急转 扭转了他的人生下半场 并且听到请回答 高雄近司堂的大型活动 让承担核心交通干事的 翁振阳好忙 但有他沟通就没问题 第一场将近买到六十几步 这就必须要靠我们 顺眼大家的默契 他非常的热忱 又非常的负责 我们很多的师兄 都非常喜欢 来参理这样的一个勤务 我孙女朋友比较好 要拔车 十几年 不过在家人围绕过年 家人家是这个 他们的监控 他们做一部分的蜡蜡 那个漏差很大 所以我们到来 就报到培训 慈祭人文撼动他 改掉了习气 二十年来 在慈祭道场 在家中 都殷勤付出 慈悲面容广招志工 更乐于凝聚志工的心 但无常却找上门 他选择改善生活作息 不做化疗 让志工路不中断 家人难免忧心 但却很懂他的心 烦恨也不改善 不如就要他烦恨了 就是要去面对 一天过一天 过一天就是贪一天了 对家庭 对社会 我感觉人生也贵得很精彩 因为我有一次来出座 所以人生没有被人积聚 我的爸说 做到人生最好是靠近的 大新闻珍善美志工 双手双眼 两个人继续菩萨道同行 还没进来慈悸之前 我尔尔会去算命吧 然后说他那个命不会很长 最重要就是说 还是他自己就他自己 相爱的人还能一师一友 有之一同 这是他们的故事 做慈悸说真的对我们来讲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我们就可以说 理事丹面经营丹面做会 其实他也很容忍 容忍我会 很容忍他吧 滚了就可以拿起来了 黄明媛和李肃清 这对志工夫妻党 彼此可不是容忍而已 而是牵着的手再也不放手 我们认识就在玩具公司 然后他在那边上班 我记得那时候约会吧 然后就请他吃饭 吃阳春面 我就是吃阳春面而已 顶多是给一个人卤蛋 也一年多 一年多才结婚 然后已经三十几年了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相知相习还能共行慈祭菩萨道 是多少人新鲜的神仙眷侣 但无常总是来得措手不及 要多少钱 不知道啦 大家有听话都听嘛 我们六月三号去勘灾 他就在那个我们淡水供修处就 就晕倒了 就晕倒了 我们那时候就紧急送那个台北实验 那个医生说 他是那个脑干中风 以他的那个状况 通常存活力非常的低 我那时候才真正害怕 然后我就对着他说 那样的卖走啊 然后他就对我 对我那个 就直接把我推开 他不要我讲不便的话 还好他那当天 他有跟我去那个探栽 就在中目推回 中方下他晕倒了 所以说那个时间上面 都不是在黄金六小时以内 才能够救回来 否则的话他真的就 命可能就没了 就拜拜 既然这老天人不让我们死 一定有他的用意存在 所以说 大家不用说米的家 应该要出来多付出啦 开机不是开的吗 现在这样子看不清楚 也很难过 像一只眼睛 只有看到五分 五分肉而已 真的也很难过 师兄是很用心的陪伴啦 看到他在煮 其实我心里也会很难过说 为什么今天我们没办法这样 变海 要帮他来煮 煮花贼 其实我一点都不会抱怨 而且我刚刚讲说 我真的很在乎他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话 我都愿意这样子协助他 总说一句话是嫁得好 我早就好好 对吧 我现在很珍惜他 是他会黏住的 以前是他黏我 现在我黏他 反映给他 岁末年中协助弱势家庭好过年 慈祭在海内外都纷纷有援助行动 包括了修缮老屋 还有寒冬送暖 首先带您看到的 这是住在台中丰园的祖孙三代 阿公年纪非常大了 不过儿子中风 底下还有四名年幼的孙子 慈祭列为照顾户之后 给予了生活补助 也赶在过年之前 协助他们修缮漏水的房屋 天花板军裂 钢筋外露 只要下雨就到处漏水 当时要爱钱也没钱 要爱人也没人 那心情是 无法攻击的痛苦 八十岁老先生无法工作 儿子急性脑中风 还有四个孙子在读书 都需要用钱 其实按家的辛苦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这样子协助他 也让老先生可以很安心的 慈祭来了 义不容辞资助孩子学费 再度发挥大爱精神 只要看见需要 男人女人都变超人 高举双手扛起烤漆板 老先生家在小巷内的最底边 大吊车卸下试做器材 得靠人力往里面搬 我们发现那只楼梯又小 又窄 然后鞋率又大 大约在五十四度左右 所以我们觉得说 在对于一个老人 在一个楼梯这样上上下下 非常的危险 女主人去年就是从楼梯摔下 伤重过势 此际营建处的用心 温暖着老先生 农历年前完成老屋修缮 终于得以遮风避雨 安稳了一家六口的心 希望过个好年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陈基雄 郑美贤台中报道 此际在大陆寒冬送暖 到了山东的林宜 当地乡亲与志工之间 温情流转 冰冻的天气 煞时都暖和了起来 冰封大地 举办活动的场地覆盖了白雪 先前志工提前抵达 大火在地温中把米一包包烤出 每个人搬到脸头孔很开心 可是很奇怪是为啥呢 只有一个字 爱嘛 慈激第五年 人在山东林一室临港区 寒冬送暖 光是志工就有300多人投入 我就是想做一个实际的事情 实际到帮助到人的事情 自己的梦想实现了 就很轻松觉得 我感觉复出了嘛 复出了 对 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 哦 这样子 以后肯定有机会肯定来啊 看到他们也觉得 就是自己家的老人的这种感觉 当自己是无所求的时候 真的是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 这是花多少钱 咱们在家挣多少钱 都是拿不来的 将近1300位相亲领取过冬物资 无法到达现场的志工也入户赠予 都是代表大家的爱心过来的 虽然他们的环境没有这么的好 然后但是每一个都过得很开心 那我们过来就是帮他们 就是抚慰他们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 很有福分的人这样 来了之后我觉得感受特别多 我收获特别多 比我去赚钱呀 去忙碌其他的事情 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 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亲手做的 然后给你磨一磨 来 磨在这边 让你的手温暖 来 我帮你 手搓一搓 搓一搓 就不会冷了 过年 天了 棉被 浴寒外套 每一样物资 都是志工精挑细选的 看看好 把你量身定做的 量身定做的 真好 新年穿新衣 带来平安健康 我们给他们物资 是要用心在准备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来 看看我装满子 来 这种 有清又保暖 好 顺 这场堪灾行 这个灾民是菲律宾慈濟人 为了遭遇土石流埋存的灾民 热带低气压乌斯曼 带来的暴雨釀灾 慈濟勘灾团 在道路不同的情况下 寻水路前往勘灾 河流淤积成了厚重污名 灾民只能等待 政府的救灾物资 因为我们的灾民 在这些灾民 我们只是常用约的野癌 因為他們沒有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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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土石探方的重災區 大約一百人居住的地方 而滅村彷彿仍間蒸發 我們身邊有一個教堂 本來就是政府單位 有邀請這些人趕緊撤離 畢竟有的也都是自動遷到那個教堂 但是無常啊 就是意想不到 偏偏這個地方就 最重大的土石流就在這裡發生 整個教堂都被洗刷下去 那一陣子聽說 當時有20個人在這個地方 哪知道是這兩天之內 竟然是一個月 一個月的一個雨量 就這樣沖刷下來 災民佔據在避難所 慈激志工前往關懷 會在最短時間內提供必要援助 帶來新聞強大斯羅 約翰 菲律賓報導 國際焦點澳洲的多個外國使館 以及領事館 金船都被放置了可疑包裹 而且事態是越演越烈了 不只在墨爾本 現在連坎培拉的多個外交使館 也都收到了類似包裹 目前這是墨爾本的外交領事館區 已經被全面封鎖了 工作人員也是全數撤離 包括的是美國 英國 希臘 南韓等至少10個外交的領事館 都接獲了類似的可疑包裹 上面寫有食棉 以及戴口罩等等的字句 現在坎培拉也出現了類似的狀況 總計超過16個國家的外交使館 都被當成了目標 警方已經不願意再透露 更進一步的細節了 只表示說將可疑物品已經帶回 將會交由專家檢驗調查 至於可疑包裹的危機 算是暫時的解除 美國總統川普始終不改他大炮性格 針對美墨邊界的主牆案一直卡關 他就非常不高興 打算要通過比較激烈的手段 強行的闖關 甚至他在進行公開電視演說時 還把來自於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潮 形容為一場人道危機 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川普為了替美墨高牆要經費 今天我跟你們說 因為有一個增加的 民主和安全危機 平時老在推特抒發新手的他 罕見在美容時間8號 炫在晚間9點的黃金時段 有橢圓辦公室發表電視談話 我們西方的南部是一個 很大量的藥物 包括藥物 藥物 瓦克淇淋 和瓦克淇淋 每週三百多個的民主 都被藥物殺了 90%的被我們西方的洋 被淘汰了 南部的南部 不過演說前外界擔憂 他放大決定 他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塑性沒有發生 如果他做到那裡 錢會從哪裡來 這會是軍事錢 錢已經為軍事建設 重新建設 為這個總統的決定 分析警告 一旦川普不惜動用總統權限 為美墨高牆刻意掠過國會監督 私房上恐面臨一場硬招 他們有錢 所以他們不在乎 而川普為了爭取高牆預算 不惜放任政府關門 酷的卻是聯邦政府的員工 美國的象徵 是自由的象徵 不是一個三十塊的壁 美國政府關門進入第三週 然而川普公開演說後 事件卻沒有出現轉緩的跡象 引發憂心 美國政府關門 口江戴希托捧 戴希莫錄 美國的經濟的確是有在緩慢復甦的GDP 也就是中間紅色的這條線 連三年有起色 去年美國GDP已經上升到了22兆美元 總統川普交出了亮眼成績單 不過連帶的您看到這上面 藍色的這條曲線 也就是排碳量了 去年也大幅增加了2000公噸的碳排量 儘管川普他始終不願意承認 這暖化會加速天災發生的頻率 不過回想起 美國去年不是遭遇過嚴重靈火 就是颶風風災還有嚴重的暴風雪 生鏽的欄杆到處砸草重生 加上空曠的運煤車 讓整間工廠看起來像做鬼城 美國煤礦業逐漸沒落 原因不只是環保趨勢還有競爭力 不過就算煤礦工廠減少 美國去年碳排量還是大幅上升3.4% 因為大量使用天然氣以及化石燃料 碳排放不減反增 加上總統的新能源部長 又支持火力發電 相對其他碳排大國 美國對抗氣候變遷的態度很消極 而碳排放造成全球暖化 也增加極端氣候發生的機率 根據慕尼黑在保險集團的報告指出 雖然2018年的災損金額少於2017年 但是卻比30年來的平均值還要高 美國跟蟬聯天災損失最嚴重的國家 光是加州靈火 以及佛羅倫斯和麥克兩個颶風 就造成相當於1.6兆多新台幣的損失 只有世界上幾個排碳大國 減少排放量 才有機會在2030年前 減少80%的二氧化碳 不只是保護地球 也是為全人類的安全著想 大愛新聞 鄭宇璇編譯 台中花博大愛環保科技人文館 的確在假日的時候 人潮是會比較多的 告訴您一個小PayPal 您只要在現場掃描QR Code 加入台中花博智能小幫手 就能比較聰明地避開人潮的尖峰期 運用QR Code掃描 加入台中花博智能小幫手 成為好友 立刻能得知目前各展館人潮現況 提供我們最新的展館的排隊資訊 讓遊客知道說 它需要排隊嗎 那要等候多少時間 那目前排隊的狀況如何 透過實際操作介面 如果想知道 大愛環保科技人文館 目前人潮及現場狀況 只要點進大愛館 就能得知相關資料 還有現場照片可供參考 館內的活動 有沒有什麼新的創意 或者說照片 然後like在群組上 遊客可以隨時掌握到 我們這個大愛館 它的整個情況 然後呢 也了解人數會不會太擁擠 為顧及網路隱私 這項服務也有貼心設計 排隊照片要需要我們後端的 這些展館的工作人員 還有志工 然後每半個小時之內 就隨時上傳 我們拍入口排隊的照片 那我們不要去拍到遊客的正面 位於外埔花博園區旁的 大愛環保科技人文館 有志工專業導覽 動線流暢不用久候 如果其他展館人潮擁擠時 不妨先進入大愛館參觀 吸收環保薪資 大愛新聞張桂端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大愛劇場掌中人生 明天星系即將要上檔了 故事主角是慈濟志工王金福 他曾經是板金師傅也擺過攤 還曾經是大愛台英語節目的主持人 說起他的人生就宛如他的拿手招牌 不帶信一般高潮迭起 就要透過劇情來帶觀眾一同感受他幽默揮諧 積極學習的人生態度 明天在家外吹牛肉 開始現在大愛劇場 現在進出叫做掌中人生 新手年來就是一段生動的操偶表演 大愛劇場掌中人生 新戲上檔演的就是這位 慈濟志工王金福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 19歲就當上汽車板金師傅 之後面臨汽車工廠關閉 轉行當攤販老闆 賣過小吃和衣服 王金福總是自簽只有小學學歷 卻自學了十八般武藝 布袋系更成了他的專業 學什麼東西我就特別的用心努力 在我的人生理念當中 有一句話對我提醒蠻大的 就是沒有高學歷 一定要有高度的學習力 帶著他掌中的天王巨星 跟著慈濟志工到校園 融合靜思與表演 更受邀成為大愛台節目主持人 而且還是英語呈現 豐富的人生經歷 也讓飾演的男主導吃足苦頭 重現當時金福師兄拍攝的狀況 所以他雙手都是舉高高的 然後再操偶 我真的是撐不了大概三到五分鐘吧 我這邊就已經完全僵硬 然後我已經快要抽筋這樣 而妻子三度中風 他也從心慌失措到學習轉念 樂觀陪伴妻子做復健 王金福說 人生如戲 就像操作布袋戲偶一般 用心學習積極面對 生活中的種種磨難 都能迎刃而解 大海新聞 楊韻慈燈營中 台北報導 大家晚安 今天清晨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中國以北地區其實真的還蠻涼的 很多地方的氣溫都跌破20度 甚至來到了15、6度左右 不過今天白天很多地方都有陽光露臉 陽光加溫之後氣溫稍稍的回升一些 我們先來看一下微星雲圖 今天西班部地區可以說逐漸的波雲間日 各地都有陽光 雖然說昨天到今天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氣溫往下滑了 但是因為這波東北風帶來的水氣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所以其實就只有在北海岸 跟東部地區有一些零星陣雨 其他地方都是維持不錯穩定的天氣 而預計明天的天氣狀況還會比今天再更好 因為明天開始東北風就會減弱 風長轉成偏東風帶來比較溫暖的空氣 所以明天開始各地的氣溫都會明顯的回暖 而且水氣比較少也都有陽光露臉 好天氣可以一直持續到禮拜六 不過禮拜天東北風又要再度的增強 到時候在北部跟東部地區又會開始再度的下起雨來了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天氣可以說是比較溫暖穩定的幾天 可以看到明天禮拜四北部地區的高溫 就渴望回升到26度左右冷 接下來因為雨量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氣溫略微的往下滑 不過整體來說禮拜六之前 北部地區都是蠻溫暖舒適 而且穩定的好聽氣 不過禮拜六晚上一直到禮拜天開始 東北風增強之後 各地的氣溫又會再度的往下滑 北部地區的低溫降到只有19度到20度 低溫也只有16度左右 所以特別提醒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們 禮拜天一直到下個禮拜零又要轉涼了 而且會有一些震雨 大家務必要多加留意這樣子的溫差變化 好好把握禮拜六之前比較穩定的好天氣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呢 雖然說未來這幾天呢 其實氣溫也會略微的上下變動 但是變動的幅度不大 可以看到其實變動大概就只有在一兩度左右 未來這一個星期在中南部地區都是比較穩定 而且舒適的好天氣 只有清晨跟晚上稍微涼一點點 所以提醒您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晚外出一下記得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在降雨的部分剛剛提過了 禮拜六之前各地都是好天氣 就連東部地區的降雨呢 也會變得相當局部跟零星 基本上來說呢 禮拜六之前全台各地都是多雲到多雲時勤的好天氣 只是在好天氣的情況之下 中南部地區的擴散條件比較差一點點 空氣品質呢 在禮拜六之前都會比較差一些 敏感族群外出就要多加的注意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這段時間 西半部地區都是好天氣了 就只剩下東半部地區呢 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已喔 整體來說就像剛剛講到的禮拜六之前 都是不錯的好天氣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明天開始東北風逐漸的減弱 回暖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而西半部地區呢 也從明天開始 因為東北風減弱 擴散條件比較差 差一點點 同時呢暖濕的水氣北上之後 清晨容易會有一些局部起霧的現象 空氣品質也會變得比較差一點點喔 敏感族群外出 務必要多加的注意 而清晨跟晚上呢 起霧的時候啊 大家騎車開車 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 而下一波東北風 預計禮拜六晚上會報導 禮拜天開始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又會轉成濕濕涼涼了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禮拜四到禮拜六的好天氣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報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一下 大愛議台的觀眾朋友 新聞即將告一段落了 稍後請您持續收看人間菩提節目 接下來新聞內容會轉到大愛二台 包括的是攝護腺肥大連帶會商勝 一吹氣就能夠檢測有無氣喘 還有一場感恩的大會去 更多內容請您鎖定 大愛二台稍後馬上回來 拿起手機準備好掃描了嗎 三二一 GO 哪一般 在這裡 nar一會 抓一票 放大刀 拿來 還好 自己 放大刀 還好 快 现在看到这场应该算是海洋危机 澳洲最有名的黄金海岸以及阳光海岸 接连出现有大量的有毒水母 它们叫做是森茂水母 被列为是世界第三毒 而且不管是它们的尸体还是活体 一样都具有毒性 光是在一天内就有3500多人被遮伤了 现在昆士兰的各大海滩通通紧急关闭 正值炎炎夏日的澳洲 许多大人小孩挨到海边细水消暑 没想到船出有毒水母攻击 先前曾在台湾海域献宗的森茂水母 这回大量出现在昆士兰沿海地区 包括著名的观光景点 阳光海岸和黄金海岸都有它们的踪迹 森茂水母又称为葡萄牙战舰 在澳洲夏季十分常见 不过去年12月1号到今年1月7号 短短5周有超过2万人被遮伤 是去年同期的3.2倍 最近水母群聚的现象根本是泛滥成灾 当地媒体更称之为入侵 澳洲詹姆士库克大学的教授指出 大量水母在昆士兰出现 与海水暖化有密切关系 加上强劲的东风吹拂 才会把大批森茂水母冲上岸 当地政府已经关闭4个主要海滩 大爱新闻黄敬庭编译 健康话题40岁以后的男性 要特别注重的是 射护腺的保养 否则一旦射护腺肥大 除了会导致膀胰结石 严重的话 还会造成肾功能衰竭 面临到终身洗肾 上了年纪往往会有贫尿 咽尿的困扰 但男性要特别注意 可能潜藏射护腺肥大危机 最有一名95岁男性 多年来都有排尿不顺和贫尿的困扰 一直以为是正常老化 没有适当治疗 结果射护腺肥大 导致膀胰结石 双侧肾水肿 甚至出现肾功能衰竭 已经造成肾脏的破坏 造成尿毒了 那这个时候再拖下去 那你就洗肾了 那洗肾可是一个麻烦的事情了 而且治疗射护腺很简单 一个很简单的手术 你把它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实在是没有必要 射护腺的位置 它刚好在膀胱的下面 一旦肾功能受损 手术便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透过取出膀胱结石 放置尿导管 消除肾水肿后 才能进行射护腺肥大 切除手术 恢复正常的肾脏与排尿功能 医师更提醒 射护腺肥大的年龄层 有年轻化的趋势 30年以前的时候 摄护腺肥大病人来治疗 他大概都是60岁以上 在60岁以下 我们都不会认为 他有多严重的摄护腺肥大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发现 50多岁的人 可以有非常严重的摄护腺肥大 现代男性从40岁开始 摄护腺便会逐渐增大 医师建议只要有贫尿 尿液解不干净的困扰 只要进一步就医检查 及早治疗 大野新闻 杨韵池登影中台北报导 台南成功大学运用了 半导体晶片技术 研发出了一款气喘感测器 民众只要对着一吹气 就能够迅速地知道 自己到底有没有气喘 基本上就是按这个按钮 按下去以后 你就对这个吹轨吹吸 一吹完手机软体 立刻显示吐气量数据 一连吹三次 就知道你有没有气喘可能 他会把这三个毒子的一个平均值 然后一起传去我们的云端 然后做一个他的 他的这个健康指数的判断这样子 那另外医学上也有文献提到说 对于气喘的病人来说呢 他孵出的气体里面呢 他的一氧化碳能量会比较高 那所以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 原件里面呢 装了一个专门针对一氧化碳的气体 浓度做的感测器 花了两三年时间发挥物联网功能 成大团队研发出可稀释 晶片气喘感测器 首度结合吐气量和一氧化碳量 国内学术成果 还有这一个 一般像我们居家的话 还是有TVOC PM2.5 那最重要的是室内的CO2 这款复合型气体监测器 可同时量测五种室内气态污染物 包含常见的甲醛 目前市面上还找不到相同功能产品 那这个指标在50以下都是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这个是符合就是那个世界的一个室内空气品质法规 去设定的不同的那个科度这样 前面三年开发五种气体感测器 那个是针对室内空气品质法 十项里面的其中五项 那现阶段呢 也把这个技术的部分往外延伸 去做一个户外的一个空气品质的 这个感测器的开发 即时监测都可上传云端 建制成大数据 量产后体积效还可以整合成穿戴式产品 为国内市场打开一道商机大门 大家新闻 萧志杰 柯信志 台北报道 走过十年这样的感情有多么不容易 这是中国大陆四川的汶川大任 当年慈祭的援助一直到现在 爱始终都在 最近呢也就在成都举办了岁末祝福 两场超过了两千人盛情共聚 一幅幅画回顾过往 四川大地震十年过去 前景慈祭小学生在爱中成长 这个姐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大的窗 带着我们在心中种下梦想 我们也慢慢学习用热情与善良 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平时害羞的孩子 大方面对上亲观众 有父母殷切齐许 这么大的一个巨场 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实际 毕业后我也想让他参加志工 去做青年志工来陪伴下边的孩子这些 在此地不光是孩子受到了教育 我们的大人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相信他以后也会成为 散发正能量的人 世界元建的学校 与志工十年来不间断互动 你们奉献的是一个大爱 而我们我觉得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孩子教好了 我们我觉得就是我们 我们全社会的所有的人都来 都来做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世界 我们的整个的社会 它会是充满爱的 两年时间一百多人次 心搜尽力 重新抬头挺胸的普措 从北京的大学赶来参与岁莫祝福 谢谢啊 自己的师父师父一直在帮我 然后到了大学很少见面 也想见你们 想你们 大家以感恩心迎接未来 四川慈禁人将持续撒播 爱的希望 戴一经文 这是美之工 四川报道 少子化以及经济不景气 冲击到了高中以下学校 这音乐班普遍招生不足 以桃园市西门国小为例 音乐班已经连续八年招不满学生 首当其冲 就是学校里头的管弦乐团被迫解散 桃园市西门国小弦乐团在指挥庄耀明的教导下表现优异 但近年来音乐班招不满30个名额 部分管乐乐器没有学生演奏 管弦乐团无法成团 西门国小只好分开成立29人编制的弦乐团 及13人的管乐团 桃园市有三所国小有音乐班 那我们在连招的时候 三个国小我们要90位孩子 那这两年来报考的人数 三个学校加起来大概都是50多位 从100学年度开始 桃园市国小音乐班连续八年有招声缺额 国中音乐班最近五年也招声不足 同样在宜兰县罗东高中 以往每年大约有15到18人录取音乐班 去年突然明显缩减 我们现在高二这班 总共只有四个学生 可能现在家长会考到出入 然后还有一些同才之间 可能就刚好 可能大家可能都一起想要报考 比如说语文实验班 成绩比较OK的学生 可能会想要去数理只有班等等 音乐班人数奏减 罗东高中今年稍微降低入学标准分数 总算恢复以往招声水准 就是说我们本来可能是83分 可能下降到比如说78这样子 下滑一点确实有真的有到 至少有五到六个普通班的学生 然后但他乐器状态很好 然后他考进来 总观来看 106学年度全国高中以下音乐班总人数 有12,035人 107学年度降低到11,617人 减少了418人 大家都知道说学音乐这条路 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投资报酬率当然来讲 是也并不是那么高 那基本上学音乐要有一定 很大的一个热忱在 压力好像感觉是妈妈的压力 他们自己考几分 他们不是很在意 对但是我们就会在想到 那国三他这样的分数可以吗 达得到那个公立高中 音乐班的标准吗 目前音乐班课程包含乐器演奏 乐理音乐欣赏 市场听写及合唱合奏 培育学生的音乐专业能力 如要继续升学音乐班 除了要求主副修乐器 数科分数 也会有基本学科门槛 双重压力 加重学生负担 回家一般来说就是先练琴 然后就是读书可能是 十一十二点之后的事情 现在十二台以前 在练两小时以上 然后钢琴大概都一小时 到两小时 应该会往乐团奔的方向 因为觉得做音乐太辛苦 请拉得很好听啊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挫折的时候呢 就会虽然会哭一下啦 但是就觉得挫折一定是有的嘛 所以就加油就对了 弹对的时候会蛮开心的 就是当然有时候弹错的时候 就会觉得就是多练啊 有时候练到比较不会的 然后一直吹一吹就很挫折 那你怎么解决 就是问老师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音乐班学生必须主副修双乐器 扣除教育部补助学生个别课费用 公立学校音乐班 一学期学费两万多元 但是家长还需负担 寒暑假单堂课一至两千元 加上乐器价格的花费 例如数笛三万多元 长笛五万元 入门款钢琴八万元 小笛琴从入门的几千元 到上百万元都有 在现实经济考量 少子化 以及家长希望孩子 多元学习的音速影响 国内艺术人才培育 出现隐忧 弦乐很多 管乐很少 没有一个说 弦乐团可以好好地 让他们练一个所谓的弦乐 是应该要有弹性啊 比如说你的课程 你应该有一些 不同的给孩子 刺激孩子 公立的都比较不会出去表演 乐团 就是私立的学校 都比较常出国 去表演 去多一点交流 比较好玩 相关艺术课程 像是表演艺术 戏剧艺术 电影艺术 中小学音乐班 是培育音乐人才的摇篮 但未来课程规划 如何更多元 学生职业发展计划 是否跟上世界艺术潮流 是音乐班 永续经营的关键因素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家住 祝福您全家 平安 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